关于十二生孝中龙的来历和传说故事 中国神话中十二生孝龙的故事 主要讲述的是远古的时代龙是没有脚的 但是龙是全能的 所以龙想取代十二生孝中老虎的属相 龙为了不让玉帝小看 自己就像公鸡见了脚 后来龙成为兽王当成属相之后 从此就在人间消失了 朋友们知道为什么世上没有龙了 那么关于龙的传说 龙的神话是怎样的呢 据说远古时代的神话故事中龙是没有脚的 那时的龙在地上生活 他凭住自己身强体壮 龙飞 善游 想当属相 也想当兽王取代虎的地位于世 人间产生了龙虎斗 结果是难翻难解 最后玉帝觉得他们斗得太不像话 再只叫他们来天宫平礼 临行时龙想到自己虽然高大 却不及老虎威风 排玉帝小看自己 当不上少王也排不上属相 这时龙的小弟 蜈蚣出主意 公鸡有一对漂亮的脚 不妨借来戴上 这一定会给龙大哥添几分威风 龙听大喜 便同蜈蚣来找公鸡借脚 公鸡听说龙要借他的脚 死活不肯 龙一见即了 对天发誓道 如果我不还你的脚 回陆地就死 蜈蚣也在一地单任宝道 如果龙大哥不还你的脚 你一口把我吃掉 公鸡见武功做宝 便把脚借给了龙 龙和虎到了天宫 玉帝见龙和虎都十分威风 殿下令龙虎多做兽王 虎为陆地百兽之王 龙做水中水族之王 虎既然可以当属相 龙也可以成为属相 只不过排在后面一些 于是 龙和虎皆大欢喜 告辞玉帝回到凡间 回来后 龙心理想 如果把脚还给公鸡 水族们见我这么丑 能扶我管呢 于是决定不还公鸡的脚 一头扎进水中 线也不上陆地了 龙在十二地之排第五 属于陈石 所以又叫陈龙 属龙的人 神话中的巨龙 象征着权力和财富 出生于龙年的人 被认为拥有特殊的命运 他们喜欢挑战重担 乐于承担责任 即使是家中最年轻的 也不例外 尽管有狂妄自大之处 但他们通常以成功的属相而自豪 属龙人有着强大的能量和活力 向往大事业 他们直率 不喜欢拐弯抹角 并以坚持自己的理念而闻名 属龙人在行动中充满热情 有着战胜一切的勇气 然而 他们可能过于自信 对周围的风险和阴谋 缺乏警觉性 属龙人的性格特点 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积极进取 属龙人充满生气和力量 对生活充满热情 他们追求成功 喜欢挑战和承担重要责任 自信而傲慢 属龙人自尊心强 对自己充满信心 但有时也可能表现出狂妄自大的态度 他们倾向于在人际关系中占主导地位 直率而不婉转 属龙人通常不喜欢拐弯落脚 言辞直接而坚定 他们不擅长隐瞒真情 表现出坦率和率直 激情肆意 属龙人具有强烈的热情和动力 能够激励自己和他人 然而 有时他们的热情 可能让人感到过于急躁或冒进 责任感强 属龙人对于责任感 有着强烈的追求 愿意为了事业和家庭付出努力 他们常常是领导者 能够承担起重大的责任 喜欢挑战 属龙人喜欢追求大事业和宏伟目标 不怕面对困难和风险 他们具有冒险精神 勇往直前 社交能力强 属龙人在社交中表现出色 能够吸引别人的注意力 他们善于与人交往 具有超强的推销能力 容易忘怀 属龙人虽然情绪波动大 但通常能够迅速走出困境 不会长时间沉浸在负面情绪中 追求目标 属龙人的生活是有目标的 他们需要有一个为之奋斗的事业和目标 否则可能感到无所适从 与其他属相的相处 属龙人与属猴 属蛇的人相处较为默契 而与属狗的人可能产生一些紧张 总的来说属龙人具有积极向前 坚定而自信的性格 但有时也需要注意控制自己的热情 以避免过于冒尽或傲慢 生效为融合蛇的人身像守护神是普贤菩萨 普贤菩萨作为八大守护神之一 被尊奉为愿望 具有严命益寿的神奇力量 在传说中 他的本名佛是至刚好自在向王如来 他的使命是教化众生 使他们的心灵变得清静 同时为修炼者保佑护驾 使其身心安稳 远离烦恼和魔杀的侵害 特别是对于生效为融合蛇的人 普贤菩萨被认为是他们的守护神 能够帮助他们实现愿望 保护他们的修炼之路 根据传说 普贤菩萨是理得和大行愿的象征 代表着真理和智慧 整体而言 普贤菩萨的传说 表达了对于修行者的关怀和帮助 以及智慧和真理的追求 在佛教信仰中 尊奉普贤菩萨有助于得到他的庇佑 让修行者更顺利地走上精进之路